欢迎来到今天的创意多脑盒 今天我们介绍的一位艺术家 他有很多的住村的背景跟故事 那么更重要的是他所创造出来的 是带有这个传统记忆 但是结合新时代元素的艺术品 我们欢迎艺术家夏爱华老师 你好 大家好 我是夏爱华 是 夏老师我们现在看到 现场的布置有两种 一种是平面的 一种是立体的 所以您是两者同时在并行创作吗 对 主要是做雕塑 是 但是平面是我在 之前去住村的时候 因为住村大概都只有三个月的时间 是 然后三个月大概做雕塑 就稍微困难一点 所以就想起了之前我在京都的平等院 是 然后看过一个壁画 它是在漆的板子上 然后上了日本画的颜料 然后我就发展了一个新的创作方式 是 所以他也是有 就是用一些古法酿造的概念 对 从京都这个看到的灵感 所创作出来的 待会儿我们也要请大家 再来跟我们好好的了解一下 这个夏老师的故事 欢迎大家来仔细研究 因为这真的很有意境 而且它的素材 比如说我们讲漆这个字 这个漆 大家有想到有漆 要有什么漆 但您的漆是什么漆 是生漆 它是一种漆数 是 就是在日本跟韩国 还有大陆 还有台湾 好像在日据时代的时候 日本曾经种了五十万颗 在南投 是 然后就一直流传到现在 漆数 对 漆数 OK 然后在做雕塑的漆数 它是在北方的漆数才可以使用 就是这个漆就是割它 然后让它的漆意 就取它的漆意来用 是 那北方的漆的漆数的漆意 做出来的东西比较硬 所以可以做雕塑 所以它是一千年前做 佛像的一种漆法 是 但是在台湾的漆数 因为比较南方 所以一年可以采四次 它比较有弹性一点 所以不太适合做雕塑 了解 所以您用的就是 那您的漆就是从北方来 对 这是很麻烦啊 就日本 靠日本的这个处理 但是因为我们讲说漆 我们就会想到 刚刚讲到比如说油漆笔 或真的油漆 真的 可是您的这种漆 竟然是从漆数上面 取它的漆意 然后作为颜料这样子 所以它本身有颜色吗 没有 它本身是像 透明的漆 像乳黄色 这个颜色 OK 但是一倒出来以后 它就会跟空气氧化 马上会变成褐色 所以一涂起来的时候 什么都不要加的花 它的颜色是 像那只狐狸身上的样子 是 有点浅 有点咖啡 对 是这样子 可是那为什么现在 我们看到您的作品 还有紫色 还有绿色呢 它的就是要制作透明生漆 透明生漆是把漆的油跟水 蒸发掉以后 就是一直加热 不是我们做的 是工厂 然后做出来的这个透明的漆 再跟天然的矿石 这个矿石还要经过 不可以酸化的这种处理 然后所以颜色没有太多 好像就只有十几种 了解 不像一般眼镖很多种 对 它跟这个透明漆 调在一起 然后再上在这个表面上 它才 然后再用太阳来发射 所以上上去的时候 也不是这么多 就这么亮的颜色 是 这一个颜色要上二三十次 二三十次 对 就是慢慢 一开始会有那种比较暗的 对 就是它的次数比较少 是 然后比较亮的地方 就是次数比较多 就要多几次 所以这样听起来 我们整理一下 就是所谓的这个生漆 这个创作 它有点麻烦 它要有北方的树 它要有树枝 对不对 然后如果说你希望 它的颜色多一点 你要去买那种 它们处理过的 就是再加上 可能有一点不同的颜色的 可是当你涂上去之后 它又不一定就是这个样子 还要经过太阳 那要晒多久 每一层要晒 天气好的话 大概三五天 还要三五天 我以为是三五个小时 三五天是很快的 才能够再上第二层 对 OK 那上了第二层之后 也许它颜色就更明亮 可是 现在是也许它的颜色 如果你上第二层 它下雨的话 它就暗掉 你第一层就白上 那你还得要保证 那一阵子每天是晴天 是 很有意思 所以它的高难度是 非常非常令人傻眼的 一种做法 而且这样说好了 在您上色的过程里面 是不是没有办法预期 最后会是什么结果 对 所以每一个出来的 都可能有一点惊喜在里面 对 但会不会有那种 越看越不顺眼就重来 放弃 就把它磨掉 就颜色磨了 好险 还可以再处理就对了 颜色 把它颜色磨掉 再重来这样子 所以你看看这个作品 我们现在先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创作技巧上面 因此您可以了解它的 珍贵性 非常与众不同 还有那个独一无二加急 这也很难复制吧 复制 做第二个一样的 不会一样 不可能 绝对无法 好 今天我们介绍就是这样的做法 刚刚讲到就是说 漆 生漆这件事情 可是其实您还有一种技法 叫做活脱干漆 对 活脱干漆就是 它有点困难 就是先用黏土做一个 这样子的形状 先用黏土做一个好像模型 对 就是你最后想要做成什么样的形状 你就把它做这个形状 然后在这个黏土的 等它干了一点 在它的表面涂上神漆 然后贴麻布 是 然后一直重复 对 重复到大概这个厚度 然后大概到这个厚度的时候 再把那个黏土抽掉 这个抽掉的这个动作叫脱胎 所以叫做活脱干漆 为什么不能黏土在里面呢 因为最早它是做佛像的一种技法 然后当时是觉得这个佛像里面 是一个另外一个宇宙的那种感觉 然后好像是人的潜意识一样 是 所以这个里面如果是一个很 很完整的一个空间的话 他们以前的佛像还会在里面 放一个本尊 就是比方说十几公尺的大佛 然后里面再放一个就小小的本尊 然后那个好像才是真正的 了解 大佛只是一个形体这样 像拿摩拜 但是里面有一个小的本尊 是它的精神在里面 就好像我们人里面有一个潜意识 然后里面有一个真我 那种感觉 对 所以它的一开始的做法是这样子 没错 这真的每个人在面对世界的时候 你会有一个形象出来 可是你真正的潜意识 才是那个里面的本我 本尊这样子 所以你也是把图给抽空这样 其实这个技法好像历史 非常之悠久是不是 对 在一千年以前 其实在韩国 中国 日本 其实在台湾 我曾经在大都会美术馆 有看过台湾的 葡萄甘基的佛像 是古代留下来的 对 在那边有展触过 是 所以在很多一千多年前 真的很久以前就已经有人用这样的技法 来做佛像 不过当然 夏老师您是来做艺术品 对 为什么特别选择这种方式 它有什么 比如说我们先讲优点好了 一开始我是在台义大四年级的时候 我是念雕塑系 是 然后有一位波多爷老师 他是从日本来教这个技法 他姓波多爷 对 这个很红的一个姓诗 OK 他就是在教这个吗 对 他就是专门做 OK 然后他就教我们这个技法的时候 当时我们雕塑的塑造 只有FRP这个材料 玻璃纤维 对 那我自己做的时候就觉得 因为化学成分很高 然后做的时候很难过 就觉得有没有比较天然的一点的素材的话 可能会比较 就是制作上也会愉快一点 是 就刚好这个老师来 然后那时候上课的很多的学生里面 只有我一个不会过敏 这个生机 它有一个比较难学的地方 就是百分之八十的人都会过敏 真的啊 对 过敏的时候就是会痒 会起疹 制作的过程 就是它变成成品之后就不会 然后这是很大的原因吧 就是我不用戴手套 也不用做什么防备 然后就可以直接做 然后老师就觉得 老师当时是很震惊 然后那时候还觉得 干嘛那么大惊小怪 只是不会过敏 是 就后来我才发现真的好多人 就是我在日本的时候 好多学生都要学 然后全部人都过敏 才经觉他真的是一个很 刚刚好很有缘分 是 我自从做了这个以后就 就觉得它好像一个修炼 就是人干嘛要赶着 对 去做一个作品 而且作品是自己 好像偶心立写的一个成果 如果这么急着去做一个东西 所以好像不太好 然后又觉得他的那个 一开始的这种理念是很好的 就是我们现在都很少人会想到 就是我刚刚说那个 像自己心里面有一个签意识 真我分我的概念 对 所以我就以这个作为 我的创作理念 是 然后就配合这个很独特的美才 太棒了 今天我们看到现场作品 老师带了很多大大小小 我发现有很多植物 也有一些动物 这个好像是老师特别喜欢做的 待会我们再请他为我们介绍 当然老师的过程历练里面 他有很多这个祝村 全世界很多地方都跑遍了 还有在日本也受过 相关的艺术的训练跟教育 这些故事我们休息一下 再跟大家分享 待会见 我脱干漆有另外一个比较大的统称 叫做生漆甲柱 这个柱就是麻布的意思 麻布的松紧大概是这个状态 有那种很紧的就不太能用 而且这个麻布一定要天然的麻布 因为只要是有一些塑胶的东西在里面 这个漆它就渗不进去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 剪麻布的动作 剪麻布就只是把这个麻布 剪得跟这个膜的形状一样就可以了 那但是比较重要的地方 是要比膜的线稍微小一点点 然后不可以超出这个膜 接下来我们要调的是静漆 静漆就是用磨刀石的粉跟水 先调在一起 然后再调这个生漆 然后调的时候的比例 大概是磨刀石的粉跟水是一 然后漆是一 但是通常会因为天气或是那个 当天的干湿度 会做一些调整 通常调的其实很像在修炼 所以在调的气的时候不但要速度快 然后要很有力道 就调到完全没有凝固的块状 然后整个都很细致的时候 然后不会掉下来的状态 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又把漆倒进这个材料里面 然后之后就把它们调在一起 调的时候它的颜色会渐渐变成褐色了 然后调到整个颜色都很均一 然后它变干的时候 就会变得颜色更深一点 所以就表示说它已经混合得很均匀 然后已经可以就是 就这个漆是会干的这种漆的这种 这种样子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步骤是贴麻布 涂的时候就是要很大力的把麻布打进这个模子里面 如果在把麻布打进这个模具里面的时候 没有很努力地打进去的时候 它就会有气泡 有气泡的话就有一个空洞 这样子的话它就没有紧密地粘在一起 一两个月就会脱落 就每一层都会脱落 那这整件作品就可能在一年以内就整个会散掉 所以就每一层都要打得很紧实 开磨的时候如果不小心的话 就是用力用得太大力的时候 整个磨就会被打碎 所以就必须要又轻 然后但是又要有一点点力道 所以是非常困难的一个步骤 而且能够进行到这个阶段 大概已经是三个月以后的事情了 所以这三个月的成果 有没有办法在这边实现 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动作是上色 上色的时候是用这个色粉 跟透明的深漆调在一起 这个上色的过程非常地繁复 就是上了第一层的时候 其实看不出来有什么颜色 通常要上十几二十层 三十层的时候也有 那有一个黑色的出现的时候 整个都就不行 所以在上色的过程是 比较辛苦的一个过程 这个活脱干肌的技法 从一开始想象它要做成一个怎么样的形体 然后一直到最后做出来的完整的作品 其实中间有许多非常困难的地方 这些都不是用量的可以量的出来 可能必须要自己去感受 这做过程上的一种修炼的精神 也是我觉得我们人在 对面对自己的潜意识的时候 就好像要一直修炼 然后才有办法面对真正的真我 然后去发展出自己更好的一个 自我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觉得这个制作方式 是跟我的创作理念是非常符合的 今天我们的艺术家是夏老师 夏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 对艺术或创作 比如说在小时候还没有念到课班的时候 就有一点点